王宇梅是上海一家金融服务机构的管理人员 丈夫为上海某著名外企职员 俩人收入破风 生活条件相当不错 在他们庆祝结婚十周年纪念日 一个月后 丈夫突然提出离婚 每天正在上班吧 就说的他一条专心 他说我给你发了一封邮件 后来就 就上邮箱里去说了他的信 然后信的题目就是 It's a time to say goodbye 后来看到这个题目就觉得 肯定是发生事情了 在这封题为 是时候说再见的长信里 王宇梅的丈夫用三千字的篇幅 向王宇梅表达了三个意思 首先 他感谢王宇梅十年来的照顾和陪伴 第二 现在他觉得两人之间已经没有了爱情 他希望离婚 第三 他愿意放弃所有的财产和孩子的抚养权 来取得王宇梅的谅解 我当时的感觉就是 还是觉得不敢相信 就觉得肯定是开玩笑 或者是他肯定遇到什么事情了 因为他有一段时间一直在练太极拳 我就在想是不是练太极拳练的走火入魔了 真的他每天早上都 七点钟到十点钟 都去跟一个师傅练太极拳 后来我就把这封信转发给我的最好的朋友 他看了这个信以后就说 肯定是外面有别的人了 你就不要再去自己欺骗自己了 朋友的话一下点醒了王宇梅 他想起结婚十周年纪念日那天晚上 发生的一件事 但是那天晚上 还是发生了一件事情 是比较特别的 就是说 我自己也觉得我自己很奇怪 就是以前好像有过一个电视剧里面 那个女主角很有名的 她每天都会问她老公 就是说你爱我吗 你爱不爱我 可是我自己结婚以后 我也会这样 就是我经常会问她 因为她不说了嘛 她不会主动地对你说我爱你 我就会问她 你爱我吗 然后她就说爱 后来那天 结婚十周年的那天晚上 我还是问了她的 我说你还爱我吗 那天她犹豫了一下 那天反正 我当时心里面就 咯噔 哎呀怎么这个 今天怎么跟平时不太一样 王宇梅和丈夫的家庭背景十分相似 两人都毕业于湖南的同一所大学 毕业后成绩优异的两个人 又先后分到了上海的同一所学校教书 老乡 校友 同事到男女朋友 自然而然 俩人的关系进展迅速 1996年 俩人领了结婚证书 经历了七年的打拼奋斗 他们的生活条件 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王宇梅跳槽到了一家金融服务机构 做了高管 丈夫也在一家著名的外企 得到晋升 他们可爱的儿子 渐渐长大了 王宇梅怎么也没想到 就是这种看似平静而幸福的生活中 竟然会埋藏着一个严重到不可调和的婚姻危机 我说我就不同意离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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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我就不同意离婚